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联系各县市卫生局 不可自行就医 三 家中若有65岁以上的长者 6岁以下幼童 慢性截病患者 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及位于设备者 入勤后必须入住防御旅速 最后提醒 不论居家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避免触碰眼鼻口 及做好咳嗽礼节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 千万不要以身事罚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 千万不要以身事罢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困托下来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装令还没有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罰 hanging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罰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股市之报 那我想呢 整个最近的行情是非常的夯 那个整个量 军量每天都是2000以上 基本扩大2000亿 那整个最近呢 尤其是像这种力旺 四星KY 对不对 这个涨到真的 甚至像这个 很多的这些所谓的 还有一些生计也很强 那当然大部分人注意到的股票 一定都是最热门的 一定是最热门的 对不对 那不热门的说是有的人要注意 对不对 一定是最热门的 这个每次来 你看看 这个是最热门 所以很多人说 买股票要怎么买 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买对热门 因为热门你有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那股票本来就是这样 那当然我在这两天的一个节目里面 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第一个你要去了解到 比如说立望 他股本很小 你不要以为立望他的股本是几十亿几百亿的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他的得天独厚 那你看看像四星KY 他今天他为什么能标 他股本更小 对不对 立望才七八亿 四星KY六亿 四星KY才六亿的股本 所以我以前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说为什么 这个很多的生机类股也很标 对不对 那生机类股 他的共同特性 他股本更小 所以有的人他当然他还买那股本大的 那股本最大的就是台积电 对不对 所以他标起来就没有办法 标起来说台积电你看三十年 单三十年 哇好不容易看到涨停 而且是连续两只涨停 那是台积电 那是台积电 但是你看四星KY这种 六亿的股本你看 就是猛 就是猛 所以说 你说他业绩很好 四星KY业绩很好 我相信 反正要怎么吹都可以吹 那最重要就是他股本很小 所以说你在选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注意到 我陈老师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一直跟你讲 一直跟你讲 我说你看看为什么 还是前天讲 为什么要选四星KY 要选立望 要选红硕 要选大学光 要选乐益 基本上这一伙的 他们怎么样 股本都是绝对是 你知道吗 这红硕的股本才两亿 这个才七到八亿 你知道这个才六亿 这两个就不要讲了 都是十以下 这四亿 这也是七八亿 你看这股本 你看一二三四五 为什么 就这么简单 你说陈老师 为什么股本小的会飙 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陈老师在今年年初 我就已经跟大家谈到过 你不要一直设限 还有一二六八二快到了 一二六八二是会回 李登辉又走了 什么的 你不要想那么多 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股票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今天你不赚 人家就赚走了 你今天你怕 人家就不怕 对不对 所以说股票市场里面不是来怕的 大家在那边走一走 小话来就这样 我到老了怎么办 像你看前一阵子 那郁金光一跌下来 大家吓得都对不对 还有郁金光被抽单 不知道什么 什么狗分析师在那边 不是狗分析师 叫郭分析师好不好 郭跟狗是有点同音 对什么狗分析师 这郁金光被抽单了 还一种 你六月你就买一块 你看郁金光又上来 所以我就跟你讲 扯淡 郁金光怎样又怎样 不要听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在说 那外七台外八台 白人的惊死死不下 不要听那些的 外七还外八台那些名嘴 他们都喜欢讲空 一跌下来 我跟你讲以前那一二六八二 那个曾经 哎呦这个赔死人 讲的哎呀怎么样又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那都过去的年代了 那都过去的年代了 我也觉得我都很老 对那些人比我还老 所以不要听了写的 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讲 你看这讲了好几天了 大绝光热音 四星街外力 环红做 那当然 生计跟这个都还是悄悄版 你看就知道生计跟电子是有一点 但是都会涨 我就想现在就不管生计也涨 电子也涨 台积联电都涨了 因为这个行情 就是整个全世界的钱很多 不来玩股票 都玩什么 当然很多人 股票万一套牢 怎么办那么高了 这边我被套牢 不要看节目了 乖乖 把它关掉好了 哎呦的人都赚好多钱 我都没赚到 力旺也没赚到 对不对 四星KY也没赚到 好爽也没爽到 夹乖也没赚到 也没赚到 翔索也没赚到 蜜味也没 真的有够蜜味 也没赚到蜜味 哎呦 台积联电也来 来赚一些 也没赚到 切副好了 切剥好了 好不 切剥了 老师说 上围勇冠 小英概念股 没赚到 你买什么 有啊 要黄海 哇塞 股票不要做了 手手 不要走 其实就不是因为那个命啊 你看看那个签那个乐透 那是几千万人去签一个号码 你说中不了 那没话讲嘛 对不对 签那个威力财 签那个大乐透签那个 那个是几千万个人 为了一个号码再火 当然签不到啦 签到了才会更怪的 股票 各位好不好 各位啊 每一支都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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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偏偏去买到没有涨的 红海 那你还做什么股票 很多人说陈老师 我是都有买的 我都有啦 我都有买 陈老师我都买有买 陈老师我都有买啦 我都有买过好不好 陈老师我都有买过啦 有怎么没有 陈老师有 你讲的我都有买过 陈老师你讲的我都买过啦 这都买过啦 有买过就好了 有买过就好了 你是什么意思 都没贪到 所以我就跟你讲 切负就好了嘛 节目也不要看了好不好 每天股票也不要看了 你都没赚到 你都没有赚到 这个讲到你看看 都没有赚到 也没赚到 大三宝 你看也没赚到 爱心满满 也没赚到 80块的时候 原相精彩也没赚到 力旺也没赚到 力拔三盒 以前还带到力拔三盒 7到8一小股本 力拔三盒 也没赚到 也没赚到 好便宜喔 那时候还200多块 你看这大学光 这讲了很久了吧 这个也讲了都快一年了 小英概念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很简单 因为每次掉下来 大家就跟你逼走 对不对 我赚到8台 黑天而来 以前12682 曾经出现过大崩盘 连跌19天跌停板 对不对 以前12682来的时候 什么红圆案 我跟你讲 你就去听那些 赚到8台就好了 那些老人 一天到晚是怎样 老人就老了 还在那边 下现在的那些年轻的 投资朋友 未前我经过12682 你们都不知道 那好像很可怕 本来每天都涨停 到最后变得每天都跌停 我是认为时代不同 时代不一样 我们人就是会进步 对不对 你看看以前 以前那个人类 对不对 七十古来西 以前要多到七十岁 就算很久了 现在一百岁 你就刚刚外面的 你看一百岁的 那简直就是 对不对 比比皆是了 九十以上的 这个就是人类 他在进步嘛 你少是在那边 谈12682 过去12682 那个高点 那个天险 那个高点 然后崩盘 你老是这样来吓人 这也不是办法吧 你们这些老的这些专家 每天最多 七十八 在那边跟人家 这些公司怎么 有问题 他怎么 郁金光用抽单 抽单 郁金光可能 以后 怎么奇怪 我老是怎么 每次那股票 涨到天上了 涨到很高很高 郁金光都涨到800 才出现这种言论 你在80块的 郁金光你怎么不讲 对吧 郭分析师 在那边 人家都去到800 他说 去人家用抽单 你在80块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 所以我曾老是常常觉得 说真的 这些 有时候这些 这些所谓的名分析师 这些名专家 这些 这些 到底是在讲什么 所以我曾老是说 我们在九十三台 我们做做的 我们是小台 对不对 听我们陈老师 在那边 要练小话 你怎么看我练小话 我在那里 说说说说 有时候还会准 真的会准 以前讲 你看也没得要理我 以前讲那个 你看我讲那个虚味 你知道 以前我讲那个 讲那个叫什么 聪态 聪明的态斗 你说陈老师 还一起 在那边 暖沟 比如说 聪明的态斗 以前 你还记得吗 我陈老师常常说 讲这个都伤心了 真的 我以前讲都没有人要理我 他说好便宜 你看 要互动互动吗 要互相互动来动去吗 你知道他现在涨多少人 你知道他互动 我没讲过 我以前不是一天到晚跟你讲吗 革命上位成功 同志仁需努力 那同志 我没有讲过 陈老师 那都没条 我跟你讲 因为股票本身 你知道吗 股票他本身 你不要看他现在 有时候没有量 你不要看他现在没有量 你看以前那冲态也没有量 以前同志也没有量 以前那个叫做什么 那冲态也没有量 一天都是几十张 甚至一百张 真的是这样子啊 革命上位成功 同志仁需努力 很多人都说 这股票也没量 你在叫什么 以前我叫做 没有人理我 你知道真的没有人理我 你知道现在大家说 原来Heebee是这么好的工资 每天几千张 快要上万张 那冲态 你知道以前那冲态 聪明的太陡 我以前常讲 聪明的太陡 对不对 同志仁需努力 以前那怎么叫 同志仁需努力 同志仁需努力 以前你看这股票 一天都不到一百张 以前那冲态 一天不到一百张 Heebee一天不到一百张 这同志一天不到一百张 那陈老师啊 哇你每次都叫 那个不到一百张的量 那怎么做啊 你看这个冲态 现在变成你看 一天啊 这标了 标变成标股了 Heebee也变标股 这个同志仁需努力 这同志现在也变标股 就是这个同志啊 我们会跟你讲 革命上位成功 同志仁需努力 陈老师啊 还有你叫那股票 一天都不到一百张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 谈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是你抱不住啊 你抱不住啊 你抱得住吗 你是抱得住还是抱不住 你抱得住吗 你抱得住吗 所以很多东西是谁的问题 我今天就简单的这样讲 那是谁的问题 这是谁的问题 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陈老师啊 你每次都讲那些 没在讲既不明啊 你每次也不讲基本 因为你每次都讲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也不讲说他业绩好不好 又讲个爱心满满 普照大地 在拆字啊 每天好像都是那个元宵节在拆字 你不要问我那个 你没有买吧 陈老师啊 你也没有 你也不讲个基本面 说这爱卜 这做什么 你这扯淡了 七八十块呢 今年二月呢 才七八十块 爱卜 你这疫情才刚开始 陈老师爱心满满 普照大地 你要分析一下 他做什么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什么台积电概念股啊 他把技术卖给台积电 你这样讲人家就知道了啊 你要挖多七八十块 大家做他十八经济 就不然来讲 EPS多少 现在本益比多少 所以他会涨啊 你就不要写这爱心满满 普照大地 你这样讲人家 怎么猜得到是什么 你不要再跟我扯淡 你有没有嘛 你有没有 我问你 你有没有啊 我问你就好 你有没有赚到就好了嘛 那你跟我在那边扯 那个说我不讲基本面 讲基本面有什么用呢 讲基本面有什么用呢 你看人家那郭分析师 多位讲基本面啊 说人家这郁金光被抽单 啪一个跌下来 你都卖掉了 现在又涨回来了 那就有讲基本面了吗 你要听的是那种吗 人家是专业分析师 郭分析师 你要听那个吗 人家那个是有做报告的 某大某大这个郭分析师 对不对 都从基本面下手 说人家郁金光被抽单 你要听那个吗 你说的爱心满满 你如果没有 有人那郭分析师 说的基本面 说的那些都做调查 那些都去调查 你如果没有调查 你每天那些爱心满满 所以不是这个问题吗 你又没事 陈老师 你弄个立巴桑 立巴桑 你就直接讲立望 他今年有赚多少钱 EPS多少 为什么他会飙 你就搞一个什么立巴桑 和 你搞这个立巴桑 和 人家哪知道这是要干什么 也不讲个基本面 我问你 你能不能赚到就好了吗 对不对 讲这个什么东西 怎么大大放光 你要放什么光 你要讲一下大学光 做什么 我跟你讲 讲到你之外 我跟你讲 我今天只要说句实在话 真的今天要说 讲到你知道 搞这什么 什么叫母亲的恩者 你这样人家怎么买得下手 你就随便这样写 吉祥的说 母亲的恩者 你这样写 人家买得下手 你要讲一下 佳泽祥说 到底他是怎么样一个变化 他为什么他能够业绩这么的强 你要分析 分析师就是要来分析的 你又不分析 你就这样子写 你怎么会写 人家以前那个古人 常常讲一句话 对不对 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单化 这叫高手 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单化 这叫高手 这叫高手 你知道的意思吗 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这叫低手 57台 58台 工商时报 经济日报 就是把简单的东西把它复杂化 就叫低手 我以前我在美国念书 我在美国念书 我们曾经有一门课 是念那个投资学 investment 我们的高手 我按Half来 我来美国特色 一个高手 老老 890岁 每天这样 度过度过 不知道在说什么 第一堂课来 第一堂课就来 他第一堂课到投资学 我那美国特色 那个老教授 你们不用教什么project 也不用做什么presentation 也不用来上课 这老师哪有这么好 这么好 什么都不用做 要不然坐到钥匙 他直接讲一句话 你们一人选一支股票 把那个学期末 看那个股票是涨还是跌 就是代表你能过 结果小弟我跟你讲 选了一支 选了一支 那个烂股票 标到不行 人家都选那个什么微软 可口可乐 我跟你讲 股票就是要会标 结果后来一个教授说 他很称赞 我说你怎么会找到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第一个 股本小啊 而且你看看他就是 很活泼嘛 不买这个买什么 人家都买什么 就是那个blue 很蓝筹股 对不对 所以今天陈老师 要给大家一个好东西 我昨天啊 给大家这个东西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今天再最后一次 再给你一次 昨天很多人来拿 抱歉 我今天最最后 我再给大家一次 这三支股票 我跟你讲 这三支股票 这三支股票 力旺二 四星 KY二 红缩二 今天你不要问我 有没有涨停 我昨天给你的 再一倍 你不要问我今天 有没有涨停好不好 你不要问我今天 有没有涨停 我昨天给你的 各位 这三支股票 这三支股票 绝对是未来 主力最会拉的股票 我跟你打包票 再打包票 再打包票 我昨天是不是送你这三支 你不要问我 三二叉叉 六五叉叉 三一叉叉 每天一到两万张的量 今天有没有涨停 你不要问我 你今天再来拿 你就再买 再加码 各位 这三支 我跟你讲 这三支股票 你如果有 以后 如果不比利旺 四星KY红缩 如果贪更多 我下台一鞠躬 你不要问我 我今天给你的 对不对 三二叉叉 六五叉叉 三一叉叉 今天这份资料 给他带上手 我今天最后一次 各位再把这份资料 送给大家 他的目标 他的介入跟目标 那今天这份资料拿到以后 我陈老师再也不会再送了 昨天电话 有没有很多打进来问的 你还记得吗 三二叉叉六五叉 今天有没有涨停 各位 一到两万张的量 各位投资朋友 我昨天给你讲 主力出不掉 今天赶快 那这三支打到以后 各位尽量买 今天没贪整千万 我不行 这主力出得掉 尽量买 今天这份资料 最后一次打电话进来 把电话打到爆 把电话打到通 如果你要赚这一波的大行情 好不好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新方案大放送 我帮助你在故事中 找到你的第一条经 顶线同步 靠近专线 零二 报一三三六六 报一三三六六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投资的制胜关键 买进未来的机会 再听人生高峰 请直播零二 8511-3366 全球财经台APP 直播选播随点随看 财经资讯一手掌握 搭乘捷运照看不悟 改变收拾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 把电话打到通 我叫你打到通 一定有我的目的 一定有我要跟你讲的 好不好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打工资料仲参考